他低着头,用匕首在指尖划了一刀口子,血落在刀刃上,发出了一声蜂鸣,剧烈地抖动起来,真的苏九手指发麻,险些丢在地上,莫名无声地看着,这鬼魂是青岩藏了许久的宝贝,应该不会长。 刚这么一想,苏九手里的匕首忽然就变长变宽,停止了抖动,一把半人高,秀极斑斑,破破烂烂的铁剑出现了,剑刃上甚至还有许多的祸口,就连精致华美的剑鞘也是随着铁剑变大变旧,像是经历过了多年凤霜变得暗淡无光了,苏九眼烧一抽, 这是替我量身定做的? 莫名脸旁的肌肉也是僵了僵,明显也是被鬼魂的变化给惊到了,神情里是难得出现一丝窘迫,憋了半晌才憋出两个字来。 扔掉,青眼这个不靠谱的,当初得到归魂的时候,还说什么上古兵器,乐得找不着北,结果真是该好好制止他的眼疾了。 临近晌午,马车才缓缓地停下,门外守着两个外门弟子。 参见冥王殿下! 莫无名神情淡漠地走过,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,不用这么客气啊,本公子掐指一算,你一定非常好奇,明大在玄天宗的传奇事迹吧,就让本公子帮你解惑吧。 我一点不好奇。 玄天宗共有玄和天两个分门,要经过严格的考核才能进入。 刚才你可能没有听清楚,我是说我家明大十岁入玄门。 你瞧我这把剑好不好看? 苏少爷,你这把配剑很有特色呀,这破通烂体从哪里逃来的?我藏宝阁里的剑随便挑一个,比起这个,枪一百倍。 那可不嘛,这把剑是你家明大亲自赐给我的,我宝贝着呢。 明,明大,明大,你没有兵器跟我说呀,我藏宝阁里多的事呢,你一定是…… 背对着他的木无名呢,输得回眸。 又不是我送人家破剑。 莫大哥,你送我这把剑,我一定天天戴着。 木无名毫不犹豫地转身,脚步是越走越快。 人长得好看,就连生气也别有一番风味呢。 大师兄,冥王殿下。 谁来给我一把掌,我不会再做梦吧。 青岩公子都来了,那肯定是大师兄,不会错的,天哪。 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粉丝追idol啊。 不明,今日如何得空了? 燕罗,算起来本王还得换你一生师叔,三大宗门之内,有谁的练单数比得上您呢? 您不是一直都想收一个如是弟子吗? 你少给老夫戴高帽,老夫难得套个清闲。 总之,不收就是不收,你看,那小子一看就是个浑货样。 老夫要是教他,肯定折寿。 不干,不干。 晚辈知错。 哼,老夫跟你不收,别过来跟老夫攀亲。 老夫说不收你就不收你。 不是说我是浑货吗? 我就浑给你看看。 既然前辈认为与晚辈不熟,那为何偏要偷看晚辈? 晚辈这张脸,的确是美艳过分了一点。 但是前辈一而再地偷看,恐怕不妥吧。 你,你这个混账。 前辈息怒,晚辈刚才失言了,晚辈不是诚心的。 晚辈这张脸太好看,以前经常被人误会成女子,被人平头论足。 一时想起过往,希望前辈不要介意。 你长得像女子又如何,只要有男子的血腥就行了。 别哭了啊,以后跟明大好好锻炼体魄,把你这小身板练得壮壮的。 燕老,你也真是的,怎么跟一个小孩计较呢? 你,我…… 老夫又没说他什么,你少在那儿装好人。 燕老,你究竟收不收? 行吧,收徒可以,但是得按规矩来,若是他拿不到商品单书, 那就怪不得老夫不收了,那就怪不得老夫不收了。 你少赖,宗门招新弟子的标准是下品单书。 你曾经招图的标准也只是中品,现在突然就要升到商品,你故意为难人。 这个机会,老夫完全是看在无名的份上给你的。 若是你拿不到商品单书,那就别怪老夫了。 既然要收入室弟子,谁不想收个天赋极佳的呀? 苏九觉得很合理。 可以。 苍阁难得开一次,不如让丹系的弟子再进一次吧。 丹系的弟子都是有炼丹基础的,早就拿过丹书的,再去拿一次,欺负人啊。 老夫就是欺负人,怎么地吧? 如果拿丹书是靠着炼丹基础和经验就能改变品质,那这世上还要苍阁做什么? 明大,你还管不管啊? 师叔自有打算,用不着你在那里锅走。 他一直在这里跟蚂蚱一样,瞎棒打个什么劲啊,归魂的账还没找他算呢。 切,以老卖老。 看一架吧,男人之间处理事情,能动手就别吵吵,浪费时间。 是男人就得动手,那老头老哥不老腿的,不是你的对手。 这小子到底是来拜师的,还是来结仇的? 去通知丹系弟子。 燕老别担心,我一定会拿到上品丹书,然后让你求着我拜你为师。 三大宗门里,燕老是具有真材实料的炼丹师。 你个小王八。 本王带他去检测哥。 你个小王八。 你要是能拿到上品丹书,别说老夫求你,老夫跟你信都成。 简直是岂有此理。